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自從港版國安法出台以後 很多香港人對香港的前途都失去了信心 於是紛紛去換領BNO護照 甚至乎搞移民 就算不選擇移民 都對港幣失去信心 於是紛紛去唱美金 或者開離岸戶口 與此同時有一位來自美國的大鱷 就看準了香港這個時機 決定要成立一個新的基金對賭 賭什麼呢 就是賭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遲早失守 這位大鱷 就是對沖基金海曼資本的創辦人Kyle Bass 他對於聯繫匯率制度大鱷 這位大鱷Kyle Bass 將會使用期權合約 為新的基金 發動200倍的槓桿 如果港元對美元的匯價暴跌 他這個新的基金 將會謀取到巨利 但是倘若在18個月之後 聯繫匯率制度仍然 穩守得住 這個基金的投資者 將會損失所有資金 這是零和遊戲 零和遊戲 要不就贏了 要不就輸了 非常之刺激 既然在這麼高風險的情況下 一定要了解清楚 到底他一旦博中 是贏得出的 是可以拿到多少倍數的利潤 這位Kyle Bass 告訴潛在投資者 這隻新的基金 在6月1日已經啟動 如果港元的匯價跌四成 就可以有64倍的回報 其實就等同於博中 冷碼沒有什麼分別 不要想著 有幾千倍回報 是沒有的 他說明只有64倍 所以真的要引用 平馬人方進暉那句 千萬不要孤注一擇 因為贏了64倍 輸了的話 渣也沒有 還要去馬會賭馬 賭輸了 人家也有一成回購 這裏是什麼都沒有的 所以千萬不要 行險以僥衡 實情這位Kyle Bass到底 他的往職是怎樣的 因為他其實是賭博 他往職 原來第一次在次案危機當中 就贏了很多錢 即是美國那次爆破 但是後來 他又去追擊日本國債 然後人民幣 都是選手離場 而且他的末日倫 經常都不中 即是第一次跑出 贏了一場很冷的大錢 但是跟著那幾次 似乎 沒有什麼進展 是不是 到底這一次又怎樣 我自己的判斷就是 如果單靠民間的力量 或者這班所謂大鱷的出擊 基本上是撼動不了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金管局的外匯儲備的底 實在是太厚了 當然有些陰謀論者就說 那筆錢 早就已經轉了人民幣 或者是逃空了 這些不需要爭 如果 真的有這些情況發生的話 基本上 這些大鱷出手 就可以摧毀到聯繫匯率制度 Time will tell 就是這些叫做 時間就會告訴你 如果真是一早立了的話 大陸不需要搞那麼多國安法 又什麼23條 這樣那樣 去侯住你那塊 外匯儲備的 所以我仍然覺得 那塊錢還在香港 故此 如果單靠這些去衝擊就比較難 但是 如果是由美國政府出手 去發動金融制度方面的制裁 比如說 他不幫你的美元去做結算 或者他不讓你用 這個Swift Code 某一些銀行 或者金融機構 這樣的話 就真的可能會影響到聯繫制度 否則 單靠這些 衝擊 其實98年的時候 都試過了 另一隻大鱷 那個更加之出名 叫做索羅斯 那時候 又衝擊 又沽空 又這樣那樣 最後他也搞不定 因為 由金管局出手 當時的金管局行政總裁 任志剛 財政司 就是曾蔭權 著事 在他兩位的領導下 就擊退了大鱷 故此這段歷史 就不容散改 不要無厘頭 在網上 有時看到那些文章 又說 1998年的時候 就是大陸幫手救市 就是踢走那些大鱷 這些全部都是 bullshit 你不是根據客觀事實去說 你就不要說 又想散改歷史 吹捧大陸政府 這些完全浪費 等同於03年的時候 又說沙士是香港首犯 這是錯的 是廣州那裏傳下來的 很離譜 1998年大陸政府沒有出過任何手 他就這樣繞上雙手去看 別亂吹 歷史歸歷史 事實歸事實 故此 當年 雅士還拍過一出劇集 叫做 大時代二之世紀之戰 有一個角色正正是影射 索羅斯 有一個鬼佬做的 所以這單歷史 是根本上無法改變的 不要走去變成 是大陸救市 好了 當時都不行 今天又行不行 我看怕都是比較難 除非真的是 特朗普出手 由於特朗普出牌 是不按張法 故此都很難判斷 他會怎樣做 但是市民由於擔憂者去暢定美金 這個行為絕對是做得沒錯 是可以理解的 就不用聽那些人說 又說什麼會蝕水 又說會炒洞 洞什麼 那小小差價手續費 根本上就當買驚風散 起碼拿著美金 不會變廢紙 不會變陰獅紙 至於這個大岳 他這個64倍的回報 其實很大程度上都是賭美國會出手 但是如果在11月的總統大選當中 不幸地由拜登上台的話 他這場賽事都可以說是提早結束 提早蓋牌不用玩了 拜登那些用把口說而已 他做那麼多年 他做了什麼才行 是不是 接著就說一下 都是關於美國的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出了一篇聲明 這篇聲明的標題 就是論中國企圖脅逼英國 裏頭就講述到 有關中共 逼迫匯豐的手段 蓬佩奧就說 中共對於匯豐的粗暴對待 是應該視作一個警告的 在上個星期 中國人民政協成員 匯豐銀行的 亞太區行政總裁 王東勝 簽署了一份 確認書 就是對於 北京的災難性決定表示支持 即是他支持港版國安法 這樣就會破壞香港的自治 以及 破壞了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 這樣的表忠行為似乎都未能夠 為匯豐贏得多少北京的尊重 北京會繼續利用匯豐在中國的業務 作為威脅倫敦的政治槓桿 這點明了匯豐所看重的 所被人拿著的袋子 就是在大陸的業務 其實不單只是他 幾家英資的洋行都是這樣 匯豐、渣打、宜禍和和國泰 他也是這樣被人拿著 就是因為 核心的利益業務 要不就在大陸 要不就在香港 故此 基本上大陸要他做什麼 他就要做什麼 這就是 第一步 就是要先 令到你這幫 所謂外國勢力 資本的企業 跪低 收編了你 第二步到哪裡 第二步就是港資的企業 是不是 大家可以看看新鴻基在去年無厘頭委任多一個董事進去 這位仁兄就被人翻查發現 原來他在華潤那裡做的時候 就兼任這個企業的黨委書記 到底他入局是什麼意味就非常之明顯 至於華茂就不用說了 基本上爭來爭去有一場空 現在就爭到被托管 那些後人基本上就是踢出局 所以 下一期就是港資的企業 總之 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這些其實就是由49年的軌跡來推斷 到底這次是否歷史重演 大家心照 接著就再看看大陸那些民間捐款的冷淡情況 大陸政府一直吹捧世衛組織 如何在今次全球大流行的武肺疫情當中 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但是大陸那些網民其實都不是那麼受落 尤其那些小粉紅口裡喊愛國 說支持世衛 實質是口爽何鮑立 在大陸的湄公益網站上 發起了支持世衛的一個捐款項目 放了24天出來 最後只不過是籌到2萬9千多元人民幣 即是說一天籌一千多元有沒有搞錯 哈哈哈哈 這個其實可以視之為 大陸那些官方文宣 到底他的維穩指標作用是多少 錢就花了那麼多 run那些官媒 或者在網絡上的監控 諸如此類 結果搞了一大輪出來 都是只有那麼少人捐錢 花了那麼多維穩費 最後就是打水漂 所以一隻二隻小粉紅 全部都是口頭的巨人 行動的諸魚 基本上就懂得說 一無不拔 叫你去撐世衛 個個掩著荷包鬼用嗎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